陳曉冬 這日來到屋邨派發口罩 準備了9000個醫療口罩 和600份防疫用品 送給60歲以上的長者 和有小朋友的家庭 他說留在香港兩個星期 四月尾就要復工了 可能四月底 四月底我回到黃店復工 因為之前簽了一部電影 可能我最遲最遲 四月初我就要回家 即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可能如果家人 我們自己也要居家隔離 我們會聽聽話說 我們一起回去 始終家裡有很多東西 我們都要回去居家隔離 否則可能我會面對 變成我太太 她自己要帶著小朋友 回到北京隔離 不知是集中隔離 或是居家隔離 我自己回到黃店 自己在這間房間隔離 因為預期是這樣的 不如我們全部一起回到隔離 陳曉冬說 盡量都不會讓小朋友出街 兩個女兒都很乖沒有扭 原來我的小朋友很乖 我們走過書局 走過書店 都會買一些 即他們現在的作業 即可以玩遊戲 在家裡都學著新的東西 又有婆婆帶著 現在學校停課 有家長就抱怨照顧小朋友 陪他們上網 遙距學習和做功課 覺得很大壓力 不知陳曉冬又怎樣看呢 是的 享受一下 應該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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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